为了庆祝红糯米的丰收 部落族人7月25号将在花莲的光复乡 泰巴拉红糯米生活馆举办系列活动 不只推广部落特产 也希望为部落的年度观光产业弹奏第一个音符 7月半是红糯米的收成时期 在进行采收工作之前都要举行祭奠仪式 来感谢祖林以及上仓保守作物的丰收 在这个值得庆祝的时刻里 不管是部落的族人还是路过的旅人 都可以一同参与收成的喜悦 为了让年轻人返乡提了青年回游的计划 徐政院农业委员会 随图保持局花点分局大力的帮忙 让泰巴郎社区营造协会来推广红糯米的产业 不管是回乡青年的培育 部落文化的产承 部落产业推广活动 红糯米祭奠的办理 一年一度的红糯米才说自己是泰巴郎部落 重要并且盛大的活动之因 蓬布有趣的活动内容一定不能错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泰巴郎红糯米生活馆粉丝专页 与泰巴郎部落一起感谢土地的给予 庆祝田间红糯米的丰收 去叫光双双光复箱采访播到